他年纪不大 梦想却不小 他想免去老百姓的等车之苦 三 二 一 十七路 甚至想让老百姓能够免费乘坐公交车 那这个活动的话 他就可以给市民发放免费的公交车券 他的梦想能否实现 他的创业之路又面临哪些挑战 敬请收看《走遍中国》 90后小伙的圆梦路 根据栏目组的众筹平台线报 最近在贵州省凯里序 出现了一件新鲜事 据说这里的老百姓 有望免费乘坐公交车 为了验证此消息的真实性 我们的记者立即出发 前往凯里进行调查 我现在就在贵州省凯里序 这是我第一次来这里 那么一场小雨过后 让这座城市处于烟雨萌萌之中 更有一种别样的美 当然我们还有任务 根据栏目组众筹平台线报 在凯里发生一件新鲜事 这里的老百姓有望免费坐公交 为此昨天我在朋友圈里面问大家 免费坐公交有可能吗 有人说天上怎么可能会掉馅饼呢 大部分人认为不太可能 有人说不太容易 那么免费坐公交 有没有可能如何去实现 我们去一探究竟 凯里市是贵州省 前东南州州府所在地 在这个拥有50万人口的城市里 出门乘坐公共交通 是这里人们的主要出行方式 这个消息是否属实 我决定先去公交车站 查谈一番 公交车免费与否 我觉得坐公交车的乘客 应该是最有发言权的 前边有一个公交车站 不妨问一下当地老百姓 知不知道这件事 我们过来看一下 你好 这个马上要坐车了是吧 我听说在凯里坐公交车 是免费的 有听说过这事没有 免费的 我很想坐公交车 我也没想到 也不知道这事是吧 那您觉得 有没有可能坐公交车免费 是 我应该减的吧 我觉得这个很简单 应该整个球中增强吧 你觉得很简单可以实现 好 我们再来问一下其他乘客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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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朋友 来来来 坐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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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坐公交车去哪儿啊 去上学吗 对 我们也会学习 你每天都会坐公交车吗 也不是每天 就来的时候整个坐的 我听说在凯里坐公交车 是可以免费的 你听说过没有 没听说过 没听说过 你觉得有可能吗 没有 没可能啊 对 我听说在凯里坐公交车 是可以免费的 有没有听说过 免费的没有 你说有没有可能呢 有些有那个什么镇之类的 拿红本那个 拿红本的 就是叫做什么 老年人可以免费坐公交车 不是 就是有些 就是比如当兵过来的 那你觉得咱们老百姓 有没有可能有一天 能够免费坐公交车 没有 你觉得没有可能啊 我做过程了 没有免费 采访完这几位之后 我还是有点失望的 因为大部分人都不知道 在凯里坐公交车 是免费的 那也就是说 我们这个线索是断了 那怎么办呢 这个公交车免费 我决定下面 去到公交车公司那边 去问一问 看他们知不知道 这方面的情况 大家跟着我一起 到那边再去探访一下 运用现代化的搜索工具 我顺利来到了 凯里公交公司 找到了这里的副总经理 李黄青 首先向他咨询了 一个十分重要的数字 在这儿有个问题 我们公交公司 每年的收入有多少 我们去年14年 均匀收入是1.15个亿 一年1.15个亿 对 如此巨大的数字 让我对免费公交 如何实现 更加疑惑 如果实现免费公交的话 这一个多亿的资金 由谁来出 李黄青 又是否知道 免费公交的事情呢 我听说在凯里坐公交车 是可以免费的 这是真的吗 是有这回事 是有这回事是吧 太好了 终于找到线索了 那么怎么样实现呢 我们现在和 中国汉林亚 那个公司 正在做 自行公交的 这个项目 开发这个软件 自行公交软件 对 这个公交软件 开发以后 它会建立一个 绿色信息平台 那么通过这个信息平台 让我们的乘客 逐步减少出行成本 这样最后 看能不能实现 免费乘车 有没有更详细一些的 一些情况 一些介绍 如果说你需要更详细的事情呢 我建议你们找那个 中科汉林亚 那个副总 叫王金龄的 依靠一款手机软件 如何能够实现免费公交呢 我迅速前往软件公司 找到了李黄青提到的 软件公司的副总 王金龄 这边就是咱们的办公区 对 王金龄 王总 你好 这是王总 王总是央视记者 好的 谢谢 你好 这么年轻啊 你好 我是央视记者 之前我们了解到 在凯里面 可以免费坐公交车 然后之前我们也了解到 公交公司老总 向他询问相关的情况 他说 您可以为我们解释这个答案 能不能免费 怎么免费 这个的话 它是一个比较复杂的 一个商业模式吧 这样 我们的展厅 有一个展位 我带你过去之后 好 别看 别说 好的 好的 走走走 就这边 对对 物联体验中心 物联网体验中心 在这个物联网体验中心 未来物物相连的 互联网科技产品 让我眼界大开 不过 我现在最想知道的 还是如何用手机软件 实现免费公交 这是我们自行公交的一个展点 那我们要做 实现免费功能的话 我们大概要分为几步 首先我们要鼓励用户 下载这个APP在手机上 同时呢 就是不断地去做各种活动 让更多的市民 下载我们的APP 积累强大的本地的用户群 那接下来呢 我们再会把本地的商家 邀请入住到我们这个平台 他就可以在这个平台上 做各种各样的活动 那这个活动的话 他就可以给市民 发放免费的公交车券 也就是说 这个钱是商家给用乘客的 乘客在拿这个钱 支付给公交公司 看来免费公交 并不是公交公司 不收车票 而是商家为乘客买单 而商家买单的前提 就是要在手机软件上 投放广告 听您这样一讲 看来这个要实现免费公交 第一步非常重要 要让老百姓会用 喜欢用 经常用这个软件 我对这个软件 还是挺感兴趣的 那么带我去体验一下 这个是可以的 这样为了更好的体验 我们来做一个小的测试 测试 在我们公司的这个门口 往左边有个公交车站 那边有个石器路 我和我的同事 每次上班下班都坐石器路 我们一起到那边去坐公交车 你用你的方式 我用我的方式 我们一起来体验一下 然后这样 我们把手机拿出来 我们做一个计时 然后大家彼此记录一下 我们从这个地方 去这个公交车站 需要多少时间 然后您也记录一下 您在公交车站 等了多少时间 我用传统的 您用你的方法 这会不一样吗 我们体验了一下 我们就会知道 好 来 准备 准备 一 二 三 开始 好 走 到这边走 走 在出去公司的门口的左边 左边 对 左边的公交车站 好 你不走啊 你先走 我先出了一点事 待会我们再见 好 这个王精灵没走 一定是他的手机软件 有什么功能 不管了 我先走 今天咱们走吧 等我看一下啊 现在公交车 还有十五分钟才到 我可以去拜礼工 顺便喝杯咖啡 然后我再下来 好 在这 十七路公交站 看一下 我这边用了是三分钟的 三分多的时间 那么下面呢 就是等了 时间差不多了 我们现在下去 差不多这个车子就可以过来了 你怎么才来 你在这里等了有十多分钟了吧 你看啊 我从公司走到这边 用了三分钟的时间 现在是十三分多 刚好 等了有十分钟左右 你离开公司之前 我看了一下这个手机软件 你应该刚刚到这个载点 三十秒以前 就有个车走 因为我从软件上看 十七路是 它的发车借格是十二分钟 也就是我在等车的十分钟时间里 你有可能做了其他的很多的事情是吗 对 我拜了一点工 然后我顺便喝了一杯咖啡 那这手机软件 确实能精准到这种程度吗 确实 因为我们可以精准到秒 那我们现在开始十七路 大概它还有一分多钟 还有一分多钟 对 还有一分多钟 它就能到我们那个载点了 我们待会可以看一下 就是十七路来的时间 我们就可以看它准不准 那还有多久呢 你告诉我 大概还有十几秒 十秒 我到底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十七路 对 对 对 十七路 这确实很准的 对 这个我们经过了很多的算法来进行处理 就是说这款软件 它的准确性是没问题的 同时也会及时告诉你 目前车有没有拥堵 有没有堵在路上 对 对 对 那另外一个问题是 真的有那么多人在用吗 这个可以去问一下 问一下我们旁边的乘客好不好 我们一起来 你好 有没有听说过 自行公交手机软件 有 我用的 你在用吗 对 你在用之前用之后 你的生活有发生什么变化没有 没有 没有 那你用完之后你有什么感受 你觉得它好在哪儿 或者有什么问题 或者有什么问题 方便多了 就有时候不太准 有的时候会不太准 对 你好 你好 有没有听说咱们凯里有这个制行公交手机软件 听说过 我没有听说了 我很少坐公交车 很少坐公交车 这位啊 你好 你好 知道咱们凯里有那个制行公交手机软件吗 知道 有没有在用 有 感觉怎么样 怎么评价 我觉得挺那个方便的 以前没用的时候 比如说举个例子 就是苦苦地等 要等 很长的时间 都不知道它到底什么时候来 有很浪费时间 好 谢谢 谢谢 我觉得目前的情况是 有些人知道在用觉得好 有很多人觉得不知道这回事 知道人还有限 那你怎么看待这个事呢 这个是这样的 就是因为就是我们推广 这个需要做一些工作 那我们是刚刚正式的 大概是在3月5号的时候 我们开始在这个城市上发布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会做一系列的这个活动 来推广我们的制行公交 来接到更多的老百姓 知道有这么一个制行公交的领域站 我想只要他们知道 他一定会再下载 近两年 贵州省大力发展大数据产业 政府对于像王金灵这样的创业公司 给予了各种优惠政策 目前凯里市已有6万人左右 在使用制行公交手机软件 那么除了在等车时 可以使用软件 查看公交车的实时位置之外 这款软件在上车之后 还有哪些功能呢 在了公交车上很多的那个上班的人呢 他经常会睡着 这样的话就是说 我们在上面开发了一个叫倒站提醒 公交车快要到目的地的时候 会提起一个站点进行警报 这个功能是可以避免错过公交站点 对对对 那其他的还有什么呢 其他的话我们还正在研发 那接下来我们研发的事情就是说 开发一个社交板块 社交板块呢就是说 我可以在这个同一辆车上 我跟同一辆车的人进行沟通和交流 我也可以在同一个公交站点上 跟一起等车的进行交流和互动 这是有原因 什么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是这样的 以前我经常在等车 或在公交车上乘车的时候 我会经常遇到一个相同的一个人 一个美女 所以我很想跟他打赛 比如说经常我会看到他坐在每个位置 但是我又不好意思 所以就是说 我们也基于这样的一个点上 这样的话我就可以跟同一辆车上的美女也好 算个也好 我就可以跟他们互动和交流起来 那如果说我要认识这个美女的话 我会给她的账号发一张公交车票 对吧 只要她接收了我的公交车票的话 她就自动成为我的好友 这样的话我们俩就可以互动起来了 当然对于美女来说 有人跟她买了一张单 对吧 她就不用自己再付这个公交车费了 那也许就会避免错过一段因缘 对 我们也想说通过大数据的方式来证明 你们俩的缘分不是一次 而是差劫过了无数次 就数据了证明缘分的存在 按照王金灵的介绍 制行公交手机软件 目前上线的功能 只有查看公交车实时位置 到站提醒和线路查询功能 要想实现免费公交 需要商家在软件上投放广告 为乘客买单 但在今天 这个手机软件铺天盖地的时代下 依靠这些简单的功能 能够吸引商家投资 从而实现免费公交吗 那么第二步非常关键 就是关于招商的问题 会有人愿意往里面投钱吗 最近的话 我们约了一个本地的一个商家 大概在后天 我们会谈一个合作的事情 他还是没有意向的 那我能去参与吗 可以 非常欢迎 近些年来 在市场空间 政策红利 互联网家的共同作用下 中国进入了大众创业的黄金时代 每年都会新增近千万的创业者 像王金灵这样的创业者 如雨后春笋般地成长起来 而对于他的梦想能否实现 商家对这款软件的看法至关重要 等待的时间 我非常想进一步了解一下王金灵 这位年轻人的创业激情 从何而来 他的智行公交的想法 又是怎样产生的 我向王金灵提出 去他家中看访的意愿 希望能够通过他的家人 得到答案 从这边到家得多久 估计得一个半小时了 现在老家那边还有谁啊 我的母亲 我的哥哥 还有弟弟 车窗外的景色 虽然优美 但我隐隐感觉 从这大山之中走出的孩子 应该不会出自一个富裕的家庭 妈 你怎么回来 我怎么回来 老早来 早来在月后的世界 这是我姨 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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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多久没回来了 我一个月大概回来一两次吧 阿姨你想金灵吗 想吗 想他吗 我家儿子怎么不想呢 他上次回来是什么时候 从来一个月来穿 常回家看看 对对对 王金灵现在的工作地点 只要在贵阳市和凯里市 所以十分珍惜 每次回家的机会 在我看来 天下所有的母子 似乎都应该是这样无话不谈 但是听了王金灵母亲的一番讲述 让我感到王金灵对母亲的感情绝非常人可比 那个王金灵大家说 一年二年级他爸爸就不在了 二年级的时候爸爸不在了 不在了 那对家里来说那是一个很沉重的一个打击 是我嘛 是我自己父嘛 然后就您一个人 一个人 就把他们全部拉扯了 嗯 就陪他托手啊 一切到银行 接啊 为主啊 那些啊 到外面做生意来 带银行去啊 一位家境贫寒的单身母亲 拉扯着三个孩子 长大成人 其中的艰辛可想而知 十几年前 王金灵的母亲在凯唐镇 开了这间小超市 生活才慢慢的有了一些改观 2007年 王金灵以高分考入厦门大学 送儿子上大学 对母亲来说 本应是一件高兴的事 但是当年 送王金灵去学校报道时的情景 去让这位坚强的母亲至今满怀心酸 其他家买东西都得喊 一个水腹几十块钱 一个盆几十块钱 那个金灵酱不要用吗 贵得很 你卖的 你就是没有吃吃饭了 那钱很少 你要亲一个啊 来来亲妈妈一个 都不好意思啊 没事没事来 不亲了 没有没有没有 一定要要 出身贫寒 单亲家庭 这些不幸的遭遇 也许会对许多类似经历的孩子 造成或多或少的负面影响 但眼前的王金灵 我看到的却是满满的正能量 从上大学开始 王金灵为了积攒学费 开始尝试各种创业项目 埋藏在他骨子里的创业天分 由此被激发了出来 不仅如此 王金灵也收获了人生的第一笔财富 我毕业内怀的话就是我账上的资金 应该将近有70万 那我在大学的时候啊 这个企业大部分来自于我在大学的时候 去组织大学去卖那个草稿本 因为我在学校里面作为 是草稿本的总的代理 做草稿本 买草稿本 对对对 总代理 除此之外 其他那些加起来总有70万 上大学前自己都挣了70万 对对对 毕业之后 王金灵没有去求职 而是拿着积攒的近百万资金 去北京创业 不过这次 创业 没能成功 但是 却有了免费公交的想法 什么时候有的这个免费公交的 这一想法 因为在北京的时候 经常要等车嘛 然后有一次的话 也是大概是在冬天吧 北京风很大 我在那边等车 等了好久都没有来 来的那些车都不是 不是我想要坐的公交车 而且那一次的话就是 我约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朋友嘛 然后我又出过来 让别人等了我大概有一个多小时 所以非常故意不去 所以就从那个时候想 现在手机这么发达 如果我再能够在手机上 能够查看每辆公交车的 实时到位情况的话 我就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有查看公交车的实时信息 免去乘客等车之苦 王金灵进一步想到了免费公交 从产生想法到今天手机软件上线 王金灵面临着种种困难 而在今天 他即将接受的最大的挑战 就是有没有人 愿意在这款软件上投放广告 从而实现部分乘客的乘车免费 结束对王金灵家乡的探访之后 我非常期待王金灵即将 与商家的这次会面 比约定好的时间早了十分钟 我跟王金灵来到了 与广告主见面的地点 今天这位广告主 会对这款软件感兴趣吗 我心里还真是有点小紧张 王金灵却比我淡定许多 见面介绍之后 便开始有条不紊的 向客户介绍起来 因为我释放在一个PVT里面 我给你展示一下 那我们想通过是免费公交的这种模式 最终达到利售出行的 这样一种愿望吧 所以我们给自己取的一个副标题 移动获连网成就未来的免费公交时代 那我们现在的想法是说 他们通过以公交公司的合作 那这样的话 我就可以把本地的 一半以上的市面 全部的集中到我这个平台上来 虽然王金灵介绍的头头是道 不过这位广告主显然经验丰富 种种疑问不断 那我怎样知道 就是说现在我们的 现在我们的用户量是多少了 就下载量 嗯 我怎样才知道 就是说我六万人下载过后 我六万人再使用呢 我怎样去监控 就是说是我的投放的这个钱 能返到我的客户 我的客户 就是说点击看我广告的客户 这款软件 首先个人比较感兴趣 因为它是方便市民查询 乘坐的一款软件 如果我在上面投放广告的话 我相信是有一定的阅读者的 觉得有什么不足呢 这一块的话我怎样去监控 有多少客户能看到我这个东西 然后效果如何 我现在都不能把握 那会不会去投呢 可能尝试会投一小部分资金 去尝试一下吧 大概会投多少 这个就看他做活动 怎样去收费了 这一块可能具体 还跟他去聊一下 好 在这希望你们能够合作愉快 行 好的 谢谢 看来这位广告主 对投放广告 还处在试探性的阶段 那么王金凌对今天的接触 又会有怎样的判断呢 怎么样 你感觉刚才这个客户 对这个项目有兴趣吗 能有多大兴趣呢 他是蛮有兴趣的 因为为什么呢 就是在本地的很多的传统企业 他也在积极地拥抱互联网 他也在寻找相关的合作伙伴 尤其有互联网基因的合作伙伴 跟他们一起来做各种 互联网转型的尝试 王金凌的回答 在我的意料之中 无论现实怎样 他想到的都是乐观的一面 这也是我对他最佩服的一点 如果我们处在同样的人生起跑线 我感觉拿冠军的一定是王金凌 凯里的老百姓是否真的能够做上免费的公交 通过几天的调查 我感觉他成功与否目前呢 还只是建立在理论之上 最终是需要市场来说了算 但是呢 从个人的情感角度出发 我真心希望这个美梦能够成真 因为它确实能够让更多的老百姓 从中得到实惠 同时也能够给成千上万的 像王金凌这样的创业的年轻人 以信心